第六卷小水湾天虎遗书 蠢动寒林具一性化胎师卵命相关 得人既力修忘却 却也只安抱于缓 这四句诗 单说汉时有一秀才 信阳明保 华音人士 年方若冠 天资演义 学问过人 一日正值重阳佳节 网郊外游文 阴行卷 坐于门中歇喜 但见数目网狱 白鸟英明 甚是可爱 霍文暴露的一生 多下一只鸟来 不哀不邪 正落在杨宝面前 口内吱吱地叫 却飞不起 在地上乱扑 杨宝道 却不作怪 这鸟为何如此 向前拾起看时 乃是一只黄雀 不知被何人打伤 叫得好声哀处 杨宝心中不忍 乃道 将回去喂养好了放吧 正看间 见一少年 手指弹弓 从背后走过来道 秀菜 这黄雀是我打下的 望其间海洋宝道 还依依侍 但轻鸟与人体质随意 生命则依 二人强害 狂杀百命 不足共军一善 欲万鸟不能治君之福 西部别为生业 我经愿赎此雀之命 并去身边 并去身边 取出钱钞来 少年道 我非为口福利物 不过游戏是继尔 吉秀才要此却 即便相送杨宝道 君吹取乐 情鸟何孤 少年谢道 某之过疑 遂投工而去 杨宝将去回家 住于京乡中 日采黄蕊四肢 渐渐于常患 预至百日 便能飞翔 时去时来 杨宝十分珍重 忽一日 去而不回 杨宝心中正在气闷 只见一个童子 单眉戏眼 身穿黄衣 走入起家 望杨宝便拜 杨宝急忙扶起 童子将出玉环一双 帝与杨宝道 盲君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辽以为物相讽 长子当磊是为三公杨宝道 与亲宿媚平生 何得有救命之说 童子孝道 君王之爷 毛鸡林中备谈 君经乡中 自黄花蕊之人也引起 化为黄雀而去 后来杨宝身子正 明帝朝为太尉 郑子丙 何帝朝为太尉 丙子次 安帝朝为司徒 四子标 林帝朝为司徒 果然是十三公 得也相继 有诗为证 黄花字却非图报 一片慈悲力无心 累是赞应看圣美 使之人一值千金 说话的 那黄雀闲环的故事 人人晓得 何必费讲 看官们不知 只为在夏今日 要说个少年 也一谈了个一类上起 不能如弹雀的嫩般悔悟 钱把个老大家事 弄得七颠八道 做了一场画饼 故把闲环之事 做个得胜头回 劝力为虚学养宝这等好山行人 莫向那少年 招灾惹火 正是 得闭口时需闭口 得放手时需放手 若能放手和闭口 百岁安宁有八九 话说唐选宗时 有一少姓王名臣 长安人士 劣之疏使 粗通文末 好饮酒 善机见 走马鞋蛋 尤其所长 从幽丧父 为母在堂 娶妻于世 同胞兄弟王仔 屡历过人 唯一出众 终与林轻卫 未有其史 家坡富饶 同铺多人 一家正安居乐业 不想安路山兵乱 同官失守 天子习性 王仔随嫁互从 王臣料到立不住 弃下房产 收拾细软 以母妻必扑 避难江南 遂嫁于杭州 地名小水湾 致买田产 经营过日 后来文德金城客服 道路宁静 王臣思想要往都下寻访亲知 整理就业 为归乡知己 告知母亲 即日收拾行囊 只带一个家人 换座王府 别了母妻 摇水路直至杨州码头上 那杨州随时为之江都 是江淮要冲 南北京后之地 往来强弩如麻 岸上居民愁密 做买做卖的 埃及不开 真好个繁华去处 当下王臣舍舟登陆 顾欠角力 打扮作军官模样 一路游山玩水 夜色小行 不择余日 来之一所在 地名返川 乃汉时返快 所封十一之处 这地方离都城已不多远 阴经冰火之后 村医百姓 距勤避远方 一路绝无人阴 行人一身稀少 但见 钢鞍围绕 树木阴翼 微风秀拔叉清消 君领催为横避憾 斜飞瀑布 喷万丈银韬 倒挂藤螺 扬千条锦带 阎山默默 鸟到威夷行客少 燕灵矮矮 荒村辽落土人兮 山花多艳如寒笑 眼鸟无名指乱体 王臣贪看山林景致 缓配而行 不觉天色渐完 听见茂林中 似有人声 金钱看石 原来不是人 却是两个夜狐 靠在一株古树上 手之一册文书 指点商榷 若有所得 相对谈笑 王臣道 这念处作怪 不知看的是什么书 且教他知我一旦 按住私村 老超勤那水魔脚把弹弓 探手向带中 摸出担子放上 去得叫轻 公开如满月 谈去似非心 叫声 主 那二胡正在得意之时 不妨里外有人窥看 听得公闲想 方才抬头观看 那坛早起飞到 不偏不斜 正中直书 这胡左目 七下书 师生叫 腹痛而逃 那一个胡 却待着地去时 被王臣也是一旦 打中左鸾牢 放下四足 叫逃命 王臣纵马向前 叫王福 使其内书来看 都是蝌蚪之文 一字不识 心中想到 不知是圣言语在上 把去慢慢仿驳 古者问之 遂藏在秀里 不马出零 选大道望都城而来 那时安路山虽死 其子安庆绪有强 贼将十四名 降而覆盼 翻证又各拥重兵 继续不成之念 恐有奸细 持经探听 故此门禁十分严谨 出入盘节 刚到完 城门就闭 王臣抵城下时 你是黄昏时候 见城门已终 集头旅店安歇 到店门口 下马入来 主人家见他玄公配件 军官打扮 不振怠慢 上前相迎道 长官请坐 便令小二点杯茶而地上 王府将行例卸下 拖进店中 王臣道 主人家 有稳便房儿 看一间与我达到 是下客房近多 长官只捡重义的住篇了 即点个灯火 以王臣网客房看过 择了一间解经所在 将行例放下 把牲口 牵入后边喂料 收拾停当 小二进来问道 告长官 可吃酒吗 王臣道 有好酒打两脚 牛肉切一盘 伴道们照一如此 小二答应出去 王臣把房门带转 移走到外边 小二捧着酒肉问道 长官 酒还送到房里去饮 或就在此间 王臣道 就在上罢 小二将酒摆在一副座头上 王臣坐下 王府在旁蒸酒 吃过两二杯 主人家上前问道 长官从哪镇到此 王臣道 在下从江南来主人家道 长官严因 不像江南人物 王臣道 使不相瞒 在下原是京市人士 因安路山作乱 车架信蜀 在下借家避难江南 精知贼党贫富 天赐还兜 先来整理就业 然后迎接家小归乡 因恐路途不好行走 故此军官打扮主人家道 原来是自家人 老汉一向也避在乡村 到此不上一年里 彼此因是乡人 分外亲热 割肃流离之苦 正是江山风景依然是 乘过人民伴已非 老下正说的热闹 胡听的背后有人叫道 主人家有空防速些吗 主人家答应道 房头还有 不知客观有几位安协 打道 只有我一人 主人家 见是个单身 又没包里 乃道 若只你一人 不敢相留 那人怒道 难道赖了你房钱 不肯留我 主人家道 客观 不是这般说 只因过令工留守经师 班绑远近旅店 不许容留面身歹人 如隐匿藏留者 查出重置 旷金时思明又乱 愈加景气 经客观又无包力 又不相认 故意好留得 那人答道 原来你不认得我 我就是郭令工家丁活儿 因有事往帆川去了转回 赶尽成不及 借你店里歇一销 故此没有包里 你若疑惑 明早同道城门上去 问那管门的 谁个不认得我 这主人家 被他把大帽儿一颗 便信以为真 乃道 老汉一时不晓得 是郭爷长官 莫怪 请礼编房里去坐 又道 且慢着 我肚里饿了 有酒饭讨鞋来吃了 金房不吃又道 我是吃斋 只用素酒走过来 向王臣桌上 对面坐下 小二将韭菜放下 王臣举目看时 只他把一只袖子 遮着左眼 四觉疼痛 男人之状 那人开言道 主人家 我今日造化低 遇着两个毛团 跌画了眼 主人家道 遇着什么 达道 从樊川回来 见树林中 两个野狐打滚笑脚 我赶上前 要去拿他 不想搬上一跤 回忧走了 反在地上 割损眼睛 主人家道 怪道长官 把袖遮着眼儿 王臣接口道 我今日在樊川过 也遇着两个野狐 那人盲问道 可曾拿到吗 王臣道 他在林中 把测书而观看 被我一谈 打了直书 这壶左眼 遂弃书而逃 那一个方黛去使 又被我一谈 打在轰 也往命而走 故此只取得这测书 没有拿到 那人和主人家都道 以狐会看书 这也是启示 那人又道 那书上都是什么事体 借求一关 王臣道 都是一样转书 一次也看他不出 放下酒杯 便向袖中 去摸那侧数出来 说时迟 那时快 手还未到袖里时 不想主人家一个孙儿 年才五六岁 正走出来 小四加眼镜 忘记那人是个野狐 却叫不出名色 奔向前直住道 老爹 怎么这个大野猫 坐在此 还不敢他 王臣听了 便醒悟是打坏眼的这壶 急忙拔剑 照顶门就看 那胡往后一躲 就地下打个滚 露出本相 往外乱跑 王臣丈哥追赶了十数家门面 像个强力跳紧 王臣迎黑夜之间 无门寻觅 只得回转 主人家点个灯火 捅住王府 一起来迎着道 扰他性命罢 王臣道 若不是令孙看破 几乎被这念处赚了书 去主人家道路 这毛团也尖巧了 只怕还要生机来取王臣道 前后有人摆也胡适 来用我的 定然是这念序 便会他一见一头说 已到店里 颠左颠右住宿的客商文的 当作一件衣事 都走出来询问 倒扮了口苦舌钱 王臣吃了夜饭 到房中安息 自想也胡忍痛来多赚这册书 必定有些妙处 欲加真密 这三更十分 外边一片声打门叫道 快把书还了我 寻些好事愁你 若不还时 后来有些事故 莫要懊悔 王臣听的 气愤不过 披意起身 把剑在手 又恐惊动众人 悄悄地不出房来 去摸那大门时 主人家椅子下了锁 心中想到 便叫起主人 开门出去 那毛团椅子走了 坦塌不住 恭惹众人增言 不如别助鸟气 来朝却又理会 王臣一先进房睡了 那呼喊了多十方去 和店的人 懊悔和己 王臣若是个见机的 听了众人言语 把那次书制海虎经 却也罢了 只因他是个倔强汉子 不依众人说话 后来被那胡把他的家业弄得七零八落 正是 不听好人言 必有七黄泪 当下王臣吃了早饭 算还房钱 收拾行李 上马进城 一路观看 只见乌雨惨悔 人名稀少 皆是冷落 大飞昔日光景 来到旧居地面看时 只有一片瓦礼之场 王臣见胜凄惨 无处居住 只得寻个寓所 安顿了行李 然后去访清足 寇也存不多几家 相见之间 歌肃向来踪迹 说到那伤心之处 不觉不速速泪珠抛洒 王臣又言 今欲归乡 不想无语拘以荡尽 每个住身之处请祈祷 自病万以来 不知多少人家 富难自备 被掳被杀 受无限惨祸 这是我们一个个 都从刀尖上拓过来的 非容易的有今日 像你家太平无事 只去了住宅 你是无量之福了 旷街你的田产 亏我们照管 依然俱在 若有念归乡 整理起来 还可成功附加 王臣卸了众人 虽买了一所房屋 这被日用交货物件 将田园主义经理停托 越过两月 王臣正走出门 只见一人从东而来 满身穿着童幽 肩上背个包里 行机如飞 渐渐致敬 王臣举目观看 吃了一惊 这人不是别个 乃是家人王留儿 王臣几乎道 王留儿 你从哪里来 却这般打扮 王留儿见教 乃道 原来官人住在这里 教我寻得个发魂 王臣道 你且住 为何能搬装束 王留儿道 有书在此 官人看就知道 这里边放下包里 打开取出书信 地语家主 王臣接来拆开看时 这是母亲手笔 上写道 从辱别后 己闻使命复乱 日夕忧虑 遂沾重极 一道无效 但夕必登鬼极矣 年于六志 以不为妖 敌恨衰年 执此乱离 刻思远乡 又不得辱兄弟 送我之中 身为痛心儿 但无本家情 不愿葬于外地 而幼虑则是方痴 恐今成 妇如前番不守 又不可居 终日思之 莫苦尽弃 得下破产之夜 以此丧事 言无谷入土之后 远返江东 此地填土丰富 风俗醇厚 旷熙开唱是难 绝不可轻匪 其干戈宁静 徐途归乡可也 躺为无言 自离罗网 颠覆宗寺 虽极臣下 世不相见 如其置之 王臣看壁 孤岛在地道 指望至此重整家业 同归故乡 不想母亲反为我而游死 早知如此 便不来得也罢 悔之何己 哭了一回 拥望王柳儿道 母亲临终 可还有别话 王柳儿道 并无别话 只叮嘱说 此处产业像已荒废 总然恢复 今始思明作反 今成必定有变 顿不可守 叫官人作肃一切处置 备拜丧葬之事 营救葬后 远往杭州避乱 若不遵医 死不瞑目 王臣道 母亲一命 岂敢为你 旷江东真似可居 长安战争未熄 其之甚为有礼 急忙置办上 摆设临坐 一面康人往坟上收拾 一面央人 将田宅变卖 王柳儿住了两日 对王臣道 官人修筑坟墓起来 尚有整月延迟 家中必然绝望 等小人先回 你安齐心王臣道 此言正合我意 即便写下家书 取出盘缠 打发他先回 王柳儿临出门 又道 小人虽去 官人也须作肃处置 快回王臣道 我恨不得这时 就飞到家 何潇叮嘱 王柳儿出门 遥遥而去 其说王臣这些亲戚小的 都来吊唸 劝他不该把田产清费 不成因事母命 执意不听众人言语 心忙一急 上好田产 都只卖得个半价 盘缓二十余日 坟上开住学 朱氏瑟瑟去以停拖 然后打碟醒庄 带领仆从离了长安 星夜望江东赶来 迎邻车安葬 可怜 仗见长安毁浪游 归心一片水东流 北塘空做班一梦 泪洒白云天尽头 画分两头 且说王臣母亲在家 真个闻得使思绵又返 日夜游王臣 懊悔放他出门 过了两三月 一日 忽见家人来报 王福从今失信悔了 姑息闻言 起叫幻境 王福上前叩头 江苏地上 却见王福左眼损坏 无暇想问 将书拆开观看 上写道 自离膝下 一路脱臂粗安 这都查核就业 信得一毫不费 已经礼如心意 更喜得预估之虎八判官 引致人成向门下 破蒙青 扶持一关幽记 高深以领 献气甚破 特且王福营母同志认所 书至 即将将冬田产进货 火速入京 物计微值 有无忍期 相见在耳 书不多坠 难成百败 姑息看罢书中之意 不胜欢喜 方问道 王福 未胜损了一幕 王福道 不要说起 在身垢上打瞌睡 不想跌下来 瞌睡了这眼又问 今世进来光景 比旧日何如 亲戚们可都在吗 王福道 满城惨悔过半 与钱大不相同了 亲戚们杀的杀 鲁德鲁 逃的逃 走来存不多几家 上还有抢去家私的 烧坏乌鱼的 占去田产的 唯有我家田园屋宅 一毫不动 姑息文说 欲加欢悦 乃到 家也又不曾废 却又得了官职 此皆天地祖宗 保佑之方 感谢不敬 道林起身 须做长好事报答 再其此 去前程远大 福禄永常又问道 那虎巴判官是谁 王福道 这是官人的顾交 王妈妈道 向来从不见说起 有幸福做官的来往 媳妇道 或者近日相交的 也未可知 王福接口道 正是近日相识的 当下问了一回 王妈妈道 王福 你路上辛苦了 起去吃些酒饭 歇息则个到了次日 王福说道 奶奶这里收拾起来 也得好几日 官人在京 却又无人服侍 待小人先回复 打敌停荡 后奶奶一到 即便起身往任何如 王妈妈道 此言甚是有理 写起书信 付些盘颤银两 打发先行 王福去后 王妈妈将阴影田地与社 食物庆明 进行变卖 只留细软东西 因恐误了儿子任妻 不择善嫁 伴送与人 又远请僧人 做了一场好事 然后顾下一只官船 择日启程 有几个平日相往的邻家女眷 去来相送 登州而别 离了杭州 由家和苏州 长润州一路 出了大江 望前进发 那些奴仆 因家主家主的料官 一个个手舞足蹈 毫不心头 避乱难 此时可哀 谁知富贵逼人来 只家首额欢生费 指日长安咒警回 且说王臣自离都下 兼臣而尽 不择一日 已到杨州码头上 把行李搬在客店上 打发牲口去了 吃了饭 叫王福 向河下顾密传之 自己坐在客店门守 守着行囊 观看往来船只 只见一只官船 速流而上 船头站着四五个人 喜笑歌唱 顺势得意 见见致敬 打一看时 不是别个 都是自己家人 王臣心中惊异道 他们不在家中服役 如何却在这只官船上 又想到 想必母亲王后 又归他人了 正一压间 苍门连而其处 一个女子疏头而望 王臣仔细观看 又是仿中势必 连称 奇怪 刚欲询问 那船上家人 却也看见 其道 官人如何也在这里 却又嫩斑肤色 王娇烧子拢船 早惊动舱中 王妈妈姑喜 先连观看 王臣望见母亲上载 即将铜槽 打开包裹 画了一副金泽 船上家人 登岸相迎 王臣骄将行李骑搬下船 自己上船来见母亲 一眼去着王刘儿在船头上 不问情瑶 揪住便打 王妈妈走出说道 她又无罪过 如何把她来打 王臣见母亲出来 方首上前拜道 都是这狗才将母亲书信至今 误传凶信 献儿于不孝 姑喜惧惊讶道 她日日在家 何尝有书插到金中 王臣道 一月前 以母亲书来 书中写得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住了两日 前她先回 安慰家中 然后将田产处置了 心也赶来 怎说不曾道经 何家大经道 有这等意识 哪里般又有个王柳儿 连王柳儿道笑起来道 莫说小人道经 就是这个梦也不曾做 王妈妈道 你去取书来看 可像我的自己 王臣道 不像母亲自己 我如何肯信 被打开行李 取出书来看时 乃是一幅素纸 哪有一个字影 把王成金的木针口呆 只管将这纸来翻看 王妈妈道 书在哪里 本来我看王臣道 却不作怪 书上写着许多言语 如何竟变作一幅白纸 王妈妈不信道 焉有此理 自从你出门之后 并无书信往来 直至前日 你差王府将书接我 方有一信 令他先来赴你 如何有个甲王柳儿 将甲书哄你 如今却又说 变了白纸 这是哪里 谁来这些鬼话 王臣听说 王府曾回家这话 也甚惊害 乃道 王府在今 羽儿一起起身到此 几层叫他江说 来见母亲 姑喜都道 呀 这话一家说得混账了 一月前 王府送书到家 书上说 都中柴业俱在 又一圣母虎八判官 隐在雾城校门下 得了官职 较将江东田宅 警戒卖了 火速入京 同我任上 故此弃了家业 故欠传之入京 怎说 王府没有回来 王臣大傲道 这是一发奇怪 何曾有圣湖八判官 远到原城校门了 选身官职 有书迎接母亲 王妈骂道 难道王府 于是假的 快叫来问 王臣道 他去换船了 扫课就来 众家人都到船头上遗忘 只见王府远远跑来 却也穿住胸服 众人把手乱招 王府认得 是自家人 也到诧异 说 闷如何都在这里 走近船边 众人看时 与前日的王府不同了 前日左目已是损坏 如今这王府两只大眼低溜溜 恰如同一般 众人其问道 王府 你前日回家 眼已瞎了 如今怎又好好的 王府向众人喷一口咸道 翠 你们的眼便瞎了 我何曾回家 却又皱我眼瞎 众人笑道 这是真个有些古怪 奶奶在舱中换你 且除下身上 同佑快去相见王府见说 呆了一呆道 奶奶还在 众人道 哪里去了 不在 王府不信 也不脱 同佑竟撞入舱来 王臣看见 喝道 这狗才 奶奶在这里 还不换了衣服来见 王府慌忙退出船头 脱下 进舱叩头 王妈妈参摩老眼 你细看时 连称 怪哉 怪哉 前日王府回家 走目以损 金却又无恙 让人前日不是他了 急去看了那封书来看时 也是一张白纸 并无一点默契 那时何家黄霍 正不知贾王流儿 王府是慎变的 又不知有何缘故 却哄偏两头把家业破毁 还恐后来尚有变故 惊异不定 王臣臣思宁想了半日 忽想到贾王府 左眼是瞎的 恍然而悟 乃道 是了 是了 原来却是正念处 便来弄我 王妈妈 即位是圣东西 王臣乃将帆穿 打胡得书 客店变人一片 和夜间打门 之事说出 又道 当时我指到正念处 不过变人来骗此书 倒不提放他有嫩般贼质 众人文言 金街游道杂舌道 这妖狐 却也尖角利害理 隔着几多路 却会仿着自己人行 把两边人 都弄得如耍戏一般 早知如何此 把那书还了他去 也霸王成道 捧耐正念处无礼 如其越发不该还他了 若再缠障 把那或种头一伙而分之于世道 至于如此 莫要闲讲了 且商量政务 如今住在这里 不上不下 还是怎身计较 王成道 金钟产业 却已迈进 却也没个住落 旷间路途又远 不如且归江东 王妈妈道 江东田宅也亦毫无存 却住在何处 王成道 权利亦所住下 在座驱处 当下拨转船头 愿望江东而回 那些家人 起初像火一般热 到此时 化作冰一般冷 犹如断线偶戏 手足胆软 连话都我了 正是诚信而来 败信而返 到了杭州 王成同家人先上岸 在旧局左近 另了一所房屋 置办任用家伙 各色挺当 然后发起行李 以母亲进屋 祭蝶囊陀 时无其半 又恼又气 门也不出 在家纳闷 这些邻家 见妈妈去而复回 起来询问 王成道之起祥 众人据以为意识 互相传说 虽然变了半个行程 于日 王成正在堂中 独率家人熟识 只见外边一人走将入来 为一记处 服侍整齐 怎见得 但见 头戴一顶黑砂糖巾 身穿一领绿罗道袍 碧玉环正 坠金边 此思踏金为袍上 挖似两堆白雪 如一朵红圆 堂堂相貌 生成初世之子 落落金怀 养旧凌云之气 若非天上神仙 定是人间观载 那人走入堂中 王成仔细胆一看时 不是别人 正是同胞兄弟王载 当下王载向前做一道 大哥别来无恙 王成还了个礼 乃道 贤弟 亏你寻到这里 王载道 兄弟到今回就居时 见以化为白地 直到离雨冰火 甚是悲痛 几句访问亲故 方知何家 向已避难江东 近日大哥至今 整理就业 应等母亲兄问 刚是离京 兄弟闻了这心 随心也赶来 是采访到旧居 邻家说心迁于此 母亲却也无恙 故此又到周中 换了衣服才来 母亲如今在哪里 为何返迁在 这等破屋里边 王成道 一言难尽 待见过了母亲 与你细说 你入后便 早有家人抱着王妈妈 王妈妈闻得刺儿归家 好生欢喜 急忙出来 恰好遇见 王仔岛声下拜 拜必起身 王妈妈道 儿 我日夜挂心 一向好吗 王仔道 多谢母亲敬念 大儿见过了嫂嫂 少听细细说 与母亲知道 当下王成混家 并一家闭铺 都来见过 王仔扯王成 往外就走 王妈妈也随出来 至堂中坐下 问道 大哥 你且先说 阴盛弄得嫩巴母羊 王成乃将帆船打胡起 指质两边多转 变卖产业 前后是细说一遍 王仔听了说 原来有这个缘故 已至如此 这却是你自取 非甘野狐之罪 那狐自在林中看书 你是官道行路 两不妨碍 如何去去打他 又多奇书 急至客店中 他忍着疼痛 来赚你书 想是万不得已而然 你不还他罢了 怎地又其恶念 拔剑斩竹 急至夜间好言苦求 你又执意不肯 况且不识这次 终于无用 要他责胜 经反吃他捉弄的这般光景 都是自取其货 王妈妈道 我也是这般说 要他何用 如今反受其累 王成被兄弟数了一番 黑然不渝 心下好不耐烦 王仔道 这书有几多大 还是什么字体 王成道 薄薄的一侧 也不知什么字体 你字也识不出 王仔道 你且把我看看 王妈妈从旁衬道 正是 你却把来与兄弟看看 或者识得这字也不可知 王仔道 这字料也难使 只当眼见吸其物罢了 当时王成向里边拘出 到堂中 帝与王仔 王仔接过手 从前只接之后 看了一看 乃道 这字困然息见 便立起身 走在堂中 向王成道 前日王柳儿就是我 今日天书已还 不爱缠你了 请放心 一头说 一头往外就奔 王成大怒 急赶上前 大喝道 捏出大胆 哪里走 一把扯住一赏 走得事发 扯得力猛 只听得过来一响 扯下一服一赏 那妖狐索性把身一抖 卸下一服 煎出本相 向门外乱跑 疯团也死去了 王成同家人一起赶到街上 四顾观看 并无踪影 王成一来被他破当了家 二来又被他数落这场 三来不愤的这书 有牙气齿 东张西望寻觅 只见一个瞎盗人 正在对面眼下 王成问道 可见一个野狐从哪里去了 瞎盗人把手指道 向东边去了 王成同家人 急往东而干 行不上五六家门面 背后瞎盗人叫道 王成 前日王府便是我 灵地也在这里 众人闻得 傅转身来 两眼胡执着说 而在前戏悦 众人非用钱来追捕 二胡放下四体 飞也死去了 王成刚奔到自己门首 王妈妈叫道 去饿着败家货胎 你是安稳了 又赶他责胜 还不进来 王成忍着一肚子气 只得医了母亲 换转家人进来 逐渐捡起衣服观看 聚随手而变 你倒都是什么东西 破芭蕉 化为罗符 烂荷叶 便作杀金 碧玉环 有之圈旧 子思易得 胶部散料 劳涅兹 刀剑灵脚 仙善 众人看了 紧接汉一道 妖火神通这般广大 二官人不知在何处 却变得嫩般思想 王成心中转响转脑 气出一场病来 卧床不起 王妈妈请一条痣 自不必说 过了数日 家人们正在堂中 只肩走近一个人来 看时 却王仔 也是沙金罗符 与月妖狐一般打扮 众家人指导又是假的 一起乱喊道 妖狐又来了 各去寻棍密棒 用上前乱打 王仔喝道 这些破男女 为这等无礼 还不去报知奶奶 众人哪个踩她 以为乱打 王仔只饿不住 忍恼性子 读过一根棒来 打得众人四分我弱 不敢进钱 都闪在里边门旁 指着骂道 你这念序 所以拿去了 又来作甚 王仔不解其意 心下大怒 只打入去 众人往内乱跑 早金东王妈妈 听得外边喧嚷 即走出来 撞见众人 问道 为何这等慌乱 众人道 妖狐又变作二官人模样 打进来也往妈妈惊道 有这等事 也还未必 王仔已在面前 看见母亲 起撇下棒子 上前叩拜道 母亲 为甚这些破男女将儿 叫做虎涅处 直棍乱打 王妈妈道 你真哥是孩儿佛 王仔道 而是母亲生的 有什么假 正说间 外面七八个人 堂台铺成行李进来 众家人方知是真 上前叩头谢罪 王仔问其缘故 王妈妈哪将妖狐 前后世戏说 又道 如兄为此弃成病症 尚未能遇 王仔闻言 依神经骇道 那样说起来 而在蜀中 王福曾吟书志 也是这壶假的了 王妈妈道 你且说书上怎写 王仔道 而是随嫁入属 分立于戒难节度 严正不下 得忙八位匹将 顾上黄环金 而不相从归国 两月前 呼叫王福迎哥哥书来 说 像避难江东 不幸母亲有变 交儿素来记忆 府就归乡 王福说 要至今打扫一幕 次日先行 而为此辞了本官 把许多东西都弃下了 青庄奸臣载来 采访至旧居 林家指引至此 知母亲无恙 父到周中一夫来见 正要问哥为胜 把张凶性哄我 不想却有此一事 几句行李中 开出那封书来看时 也是一幅白纸 何家又好笑 又好恼 王在童母之内 见过嫂子 喜事王辰 到其所以 王辰又气得个发婚 王骂骂道 这胡虽然背懒 也亏他致属中 转你回来 使我母子相会 将功者罪 莫怨他罢 王辰病了两个月 方才全可 遂入吉于杭州 所以至今无业坚称 拐子为也胡金 有所本也 十行胡走各围裙 或有天书胡自争 家破月荒书又去 令人千载笑王辰 优优独播剧员